我们现在讲疫情 疫情在全世界就聚焦到美国权力交替之上的时候 我们的新冠病毒还是很欢乐的 努力在这个世界上建立他们的生态圈 我们当然首先来看看 全世界最新的染疫日增的排名 就是单日新增病例出的排名 首先全世界确诊的人数为9400万人 死亡人数总计为202万的人 人不幸的因为新冠疫情而并没了 那么本周我们还要看本周的周榜 本周的未免者还是美国 仍然没有被击败 单日的新增确诊人数约为24万人 单日死亡最高的人数为4400人 平均在美国每天死亡的人数为3300人 只是因为新冠病情而不是所有人加起来 老师现在这一段所讲的都是针对新冠疫情 这个数字对于人口3亿4000万的美国来说 是一个非常高的数字 按照人口比例 美国的染疫数已经高涨到了7.2% 也就是你去出门 你看到100个路人 路上的行人就有7.2个人 他是得过新冠病毒的 这个病毒在美国传播的速度是十分快速的 第二名是谁 第二名是巴西 巴西总统是号称巴西特朗普的波索纳洛 在巴西单日新增病例为6万多人 巴西特朗普还要加把劲 你离你正版的特朗普实在太少了 综合的感染率为4% 也就是100个人里面会有4个人受到感染 死亡人数近日都维持在千人之数 这几天都维持在千人的死亡率 但是他平均的死亡人数是大概每一天是952个人 这还是很多 但是以巴西的人口有2亿个人来看 这个死亡率还是相对美国来讲是比较低的 但是问题在于巴西很多他已经病没的 他已经死亡的 他并不会去裁检 他是因为怎么样去走的 而直接的去推出去就埋了 这他们现在的国内的状态 所以基本上这个死亡率还有很大的水分的存在 第三名是谁 第三名是英国 英国单日确诊病例 经过了我们首相强生 也就是约翰逊的强制封锁之下 单日的染疫人数从5万的高峰 已经降低了20% 降到了现在4万1000人 综合感染率有5% 也就是100个人里面会有5个人受到感染 单日死亡人数为最从最高的1564人 最高的时候 那么现在平均的死亡人数 是每一天大概1100个人 按照英国的人口总计是6665万人 这是2018年的统计 以这个数字来看 这个感染率与死亡率也是高的吓人了 那么第三名 要讲到前三名 我们快速带过了后面几名的一些排名站 好不好 第四名是谁 第四名是俄罗斯 他单日新增病例为23600个人 第五名是哥伦比亚 哥伦比亚 单日新增病例是20800个人 第六名是墨西哥 他跟第五名简直不分宣治 他单日的确诊病例是20500人 第七名是谁 第七名是意大利 单日新增病例是16000人 第八名就是我们要谈到印度 印度身为13亿人口的超级大国 单日的染疫率为15000人 单日死亡平均为大概193人 近这一周最高的死亡率为429人 是最高的巅峰 然后再一句话 印度的裁检跟通报数 我们都把它假设跟万恶的共产党一样 都是有水分 而且都是隐匿不报 太可恶了 所以说我们比照这个事情 我们都要把它乘以10倍 但是乘以10倍之后 都还不及世界最先进的国家 美国的对手 乘上10倍 印度的每日新增病例也不过15万人 死亡人数最高也就4290人 这是乘以10倍的虚假的数字 平均死亡率最高乘以10倍 也不过1930人 这是我们虚构 虚构不是真的好不好 这是虚构10倍的假设 都还远远不及美国 更何况印度的人口 他是几乎是美国人口的4倍 4倍 为什么呢 为什么印度可以控制这么好了 因为他戴口罩 你知道吗 他戴口罩 戴口罩就没事了 村官也给你戴口罩 警察也给你戴口罩 你不戴口罩长得揍你 对不对 不把你关起来 揍你就对了 就这么简单 荒之地还跟你讲什么 离义廉耻 打他就对 打到你戴为止 就这么简单 那么第9名是谁 第9名是德国 他担任新增的病例数为14800人 这是这一周的 那么第10名是谁 第10名是印尼 印尼最近也是蛮需要注意的 担任新增病例为14200人 他跟德国也不分宣制了 那么我们必须要存到这第11名 这是传出另外一个超级变种病毒的 就是哪里 就是南非 他担任新增病例来到了13900名 他已经跟其他第10名第9名第8名 都已经不分宣制了 但是这个里面当然一定还有水分 为什么 因为非洲的裁减率是非常之低的 那么你要去了解说 他会因为什么而死了 这个几乎也是难以去追踪的 所以是说 他的水分可能还是有的 但是乘以10倍 那还不是美国的对手 所以美国不但是世界最强国 他在疫情上面 他一定要独占 以上是我们谈到的世界新增病例的 单日新增病例的世界前11强的国家 而中国 中国我们要谈一下 这个没有人权 独裁的暴政的万恶共产党所领导的国家 我们要跟随了蓬佩奥的一个脚步 去歼灭这个可怕的国家 那么这些根据到我们伟大的中华民国 三明治里面其中一家的报道 中国现在病情十分之严峻 各位千万不要小看中国 他十分的严峻 单日的疫情已经狂烧至109例了 这简直很无人道 对不对 无症状者竟然增加了119例 由此可见一件事情 各位我们要确实的去相信 中国这个放任病毒在中国境内蔓延 似人命如草戒 对不对 兼具无人权的封锁 限制住居 还意图栽掉人民脑袋 这个万恶的共产党 各位我们要坚决的抵制 用我们的台湾价值 与台湾精神消灭万恶的共产党 好吗 记得老师讲这一段 好不好 坐证一下 老师讲这一段 而台湾的 讲到台湾的本岛 每日平均新增的病例为3.3例 单日最高 也就是前两天增加了8例的确诊 这些很多都是因为国外传进来的 我们的边境几乎是不设防的状态 随意 你知道随意 反正不拆检就没有问题 而日本我们要注意到日本单日新增为7,021例 目前还在持续的稳定在这个数字上发展 而南韩单日新增病例为520例 新加坡24例 马来西亚突然暴增 从上周我们所看到的两三千例 现在已经达到了单日最高4000例以上 年关将近 希望我们马来西亚的同胞可以避免走春拜年 在家里放放鞭炮 打打麻将自己牢牢生就好了 至少我们华人要慈爱 保护好我们自己跟家人 这是最重要的 老师明年也会想去马来西亚去走走 拜访一下我们的故人 而白人国家澳洲他就要检讨了 对不对 你称为白人 你怎么可以让自己国内疫情已经暴增了一倍 太可怕了 在澳洲他们在这一周他们新增病例已经暴增了一倍的离谱的数据 来到了什么 来到了单日最高20例 太可怕了 我们要严重的去抵制澳洲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周世界疫情最新排名以及走向 从这个走向我们也看到一件事情是什么 疫情在美洲以及欧洲都呈现的自由奔放的态度 主要才是因为态度上的问题 而老师去年在2020年的12月预测到我们2021年的1月的疫情 都是走向的世界的总染因素的数量 不大会提升的太多 但是死亡率会大幅的提高 以目前来看 对于全世界的这样子总和来看 许多地区他的确已经降低了很多了 但是整体的死亡率的确也拉高了不少 这个我们要注意到这件事情 而在2月 也是杨历2月我们在过年的时候 老师在杨历2月的流月总论里面也有说过一件事 这两个月 全这个2月 全世界政府都会卯足全力的 去开始加重力量去打疫苗 从2月份开始 老师在去年也说过 3月开始疫情都开始趋缓 到了6月 就大致上 整个世界的环境 可以恢复至少一半的生活 就是在疫情前的一半的生活 这些延优在的老师不会去改 这还讲死 就是3月我们开始慢慢好 2月开始拼命打疫苗 到了6月就可以恢复到一半了 到了秋季 几乎可以恢复到八九成 这个是没有什么不太大的问题的 老师也没有改口风的必要 因为世界上的疫情走势 大都会如此惊心 就像什么 老师可以在2019年告诉各位 2020年会遇到一些很严峻的问题 就可以在2020年告诉各位 这个疫情坚决的会在2021年6月开始 让大家可以进入到正常的国际的一些来往生活 老师自己也会预计在什么 端午节补财库法会之后 把该办的事办完了 就开始进行到哪里 去中国、去英国、去美国、去澳洲等地的云游之旅 所以说各位朋友 即使我们现在相距千里之外 如果我们有缘 我们必定会在实体在线下 在面对面彼此会相会 现在大家要准备好的事情是什么 是对于即将起飞的一个全新的纪元 做好任何一切的准备 无论是你的技能 无论是你的语言 或是你的商业布局 其务必准备好 因为到时间来的时候 他的机会是给你已经准备好 整装待发的人 而不是你这时候才发现 要开始做了 这是不一样的事情 水则之车汉则之舟 什么反过来了 汉则之什么 知车水则之舟 反正就是这个意思了 一流忘记了 然后再断打劫了 所以说我们知道 这个兴盛的曙光已经开始展露了 各位不要被一些网路上流传的末日说的视频给吓到 吓怕了 讲末日都很多流量 因为大家会害怕 大家都会害怕 所以每个人都喜欢讲末日 而讲到什么2021年会六大灾难 会有什么十大恐惧 都不用去怕 2021年我们必然可以在下半年可以很好的发展起来 所以说我们一定要用我们自己的璀璨未来来去急破 在今年年底去急破这些荒谬无稽的一些末日说 好不好 这个我们又不用去骂他了 就是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行动 来证实我们自己可以发展的很好 而不会被末日说所吓怕 所以目前上世界上所有疫苗状况之下 怎样我们做好防疫 外出戴上口罩 尽量减少到人多的地方 那么基本上我们都可以顺利的度过这次的疫情 保持自己外出的时候 然后如果你只是一般开车 所以要办事老师一定会戴上外科口罩 如果要搭上捷运 就地铁或者是公车公交车 人的话都会戴上N95的口罩 不然至少就会把外科口罩戴进去 然后你去的时候换一个换掉 然后回来的时候再换一个新的 回家之后老师既然都会把身上衣服 全部拿去洗掉 然后赶快去洗澡 这个是把自己消毒最好的方法 所以说病毒真的有这么可怕吗 其实没有 可怕的是人的一些轻乎玩手之心 各位说是吗 假如这个老师各位提一下 老师昨天跟远在云南的儿子去聊天 他说这次期末考 老师很关心小孩子的考试 这个期末考学科部分他考的很差 但是他的术科部分 比如他考到了第二名 我就说很棒 至少你术科很好 为什么 因为他是武术学校 武术学校 那么老师就问他 儿子你天不怕地不怕 你什么都不怕 你看不起学科 你看不起这些书本里面教的东西 追求术科的强大 爸爸觉得你很好 因为老爷我就问你一件事情 你知道人生有三件最可怕的事情吗 你当然不知道 因为你还小 你才13岁 你不知道 因为你从来也不会遇到过 但是你一定会遇到的三件事情 为什么 是哪三件 第一个是什么 第一个是孤独 孤独是什么 就是让你永远都是一个人过生活 在封闭的环境 没有一个人在身边 连吃饭你都找不到办 这样子完全提不起你的生活 为什么 因为没有人分享 努力又何用 这个部分有没有办法解决 这部分可以解决 只要你能够诚恳的待人 拿真心跟诚恳去对待别人 那么你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第二个部分是什么 第二个部分是无知 对于三边的事情 或是对于改变自己处境的方法 你或是你怎么日复一日的 都不知道明天要干什么 这就是无知 这个部分你怎么解决它 你只能通过学习博览群书 以及每一天给自己固定做的功课 每天都能够持之与恒的 去做特定事情的磨练 比如说老师既然身为宗教人士 我每天要念经 我每天要打坐 我每天要必须做一些 武术的练习 那么无知就可以离你远去 就这么简单 专业与博学 这才是你这辈子可以傍身的功夫 第三个就是贫穷 贫穷谁都怕 这个贫穷我们就现实一点 四块一点 我们说的就是经济上的贫穷 人会贫穷他原因很多 像老师也穷过好多次 你可能会一时的失败 或是突发的一些状况产生 突逢诈变 手中的资金突然花完了 断练了 没有了 导致你什么 生活难以为继 有没有这个状况 我相信大家很多人都遇过 有很多人没遇过 但是只要你第一点跟第二点你有做到 就是什么 你的孤独跟无知 你有办法去除掉 那么基本上你在你穷困的时候 必定可以在短时间以内脱离穷 至少你都可以获得温饱 这个部分是没有问题的 你觉得有问题你可以提出来 但是如果没有长期的维持 我们刚刚讲到第一点跟第二点的条件 那么穷神贫乏之神 就会如影随袭的跟着 他不会离开 但是有个例外是什么 你就算一二点都做到了 有一个例外 你还是可能跟贫囚有关系 就是什么 就是懒散 人懒天诛地灭 懒散是什么意思 懒散就是我想得到 但是我不要付出 我想收获 但是我不要前进 这个是没有办法挽救的 为什么 因为我们人类要活下来 首先靠什么 靠呼吸 你一吸一呼 这个是必然的事情 你不用办法 你只吸了不呼 你也没办法 你只呼了不息 日若必会日生 这个世界讲求的就是终极的平衡 不会有人例外 也不会有人不一样 当然也会有人去说 儿子 你像谁一样 他是富二代 是的 总会有人是富二代 像别人是富二代 我爸就是老农民 对不对 像我儿子亲生爸爸 他虽然很早就离世了 但是他是北大毕业的高材生 也是一个医生 这个儿子是老是认的 不是今年老师生的 也不是我前妻生的 老先生撇清一下 好不好 不一样 不用猜了 虽然人生上面 总会有一些起始点的不一样 但是后面要遇到的 就是你付出了多少 你就会收到了多少 富二代要承受的教育 你承受得了吗 官二代要被要求的精英的培训 你受得了吗 你承受得了这些学习的暗毒之苦吗 你忍受不了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学校考不好 你要怎么样告诉我 你可以忍受得了他们忍受的痛苦 没有付出 你就不会有得到 你付出在你的武艺上面 你的功夫上面 所以说你得到了第二名 总爸爸给你奖励 但是你没有学士 没有学士怎么样 冻死你老自我 把我平生所学 全部一分不胜的 全部交给你 你也无法使用 为什么 因为你写不出文章 讲不出东西 你能够看到的 只有我教给你 怎么看出急跟凶 但是人生只有急凶两个字 人生的变化你看不到 因为你没有从书本中看过 数千年历史的人生以及变化 就是老师跟老师的儿子 昨天谈话的内容 他今年几岁 他今年13岁 讲得好像很沉重 但是老师也提醒他 也要继续提醒自己的女儿 都一样 五六年之后 你们没有学士 你就得出社会 老师也不会把功夫 交给一个没有知识 没有学士 没有品德的人 因为老师要培养的 不是江湖派的接班人 那也只会忘说吉凶 传贤不一定传子 也不一定传女 各位 如果你认为你是一个贤达之士 或许有一天 老师有可能把自己平生所学 全部交给你了 好吧 好 我们看看各位有什么问题